这个一往后它就是外星人气 气 外星人 外星人 这每上都会这样 这很搞笑 外星人气 外星猫气 搞笑 嗨嗨 嗨 哈喽晚上好 哼哼 晚上好 晚上好 嗯 嗨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 啊还有一个是晚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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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因为今天就真的很还蛮累的对 今天这两天对 就 有点累累的 确实 嗯 真的可能真的是跟前天晚 前天 没睡就是没睡好有关系 嗯 晚上好晚上好 11点了 嗯 就聊一会儿 因为我就去就 就去再吃一点 因为太烫了 我点了鸽子汤 但是太烫了 根本喝不下去 然后说 就让它凉一点 我再去喝 我再吃 我每次点汤的时候 我就只会点鸽子汤 还有猪肚鸡汤 还有无鸡汤 对 然后点最多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鸽子汤 对 因为老师听说鸽子它美容养颜 补血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些效果 就不知道是不真的就是吃了之后就能 就皮肤就能变好 然后就是 就是说变得没那么虚弱 为什么鸽子会补血 为什么吃其他肉就不能补血 因为 晚上好晚上好 嗯 不是啊就是 平时要是熬夜还是 可能有段时间不是那么 增强体贱了 对 我那边一边你又会一边 嗯 我觉得我要吃啊 因为小时候我妈妈经常给我 就煮一个无鸡汤或是鸽子汤 给我吃 特别是我前段时间没回家嘛 我妈连续 煮了好几天的鸽子汤给我喝 就每次回家 我妈都大巴不得了 让我吃上 这种十全大骨汤 然后什么肉啊 各种都在我面前 回家已经往下 嗯 嗯 晚上好 有多补啊 会不会补到 有流鼻血 对啊 我觉得我每次我回家 就相当于补了我一年的量 我就不需要 感觉就不需要干嘛 然后在家里会吃 感觉也会吃上一年量的水果 那为什么有些人他们 就是补血补到流鼻血 是因为太补了吗 对吧 就是我每次有时候 就有时候有好几天都练吃那个鸽子汤 我都很担心我自己哪天 就 就 补热补热就流血了 可是我现在就上火 我现在还能补吗 我长苦腔快痒了 就说明我上火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我很少留鼻血 但是我很少留鼻血 我从小到大 是不是吧 对不对吧 我是不是没留过鼻血 好像是吧 为什么苦腔快痒 不是吃文树C 是吃文树B 我本来说今天想自己做菜吃的 今天中 但实在是觉得太麻烦了 我就自己煮了一点 煮了一点昨天煮饺子 还剩下的一些菜 吃 光我屁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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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也没有收 我就是 我就是 吃 吃啥吃少了 吃啥吃少了 才能长口腔快痒 可是长口腔快痒 不就是因为 不就是因为 上火 然后水喝少了吗 就是什么这个直播夹 就是在往下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往下掉 我的眼睛很利索的 对于动态的失误 都非常的 看得清楚 对 敢不敢 不要做这些小动作 那都每次就它 翘翘然然的 就往下掉 然后就感觉 那我的头顶的这块 就越来越 上面就没有任何的空间了 我看得很近 你们肯定跟我聊天 感觉不到的 对不对 是不是 是 我早就该换这个指甲 但是 不想 懒 因为我平时其实很少用到这个指甲的 因为我平时都是 都是 就直接 立在 什么杯子上 对不对 就靠在杯子上的一种 嗯 就不会搞太多麻烦事 然后下周 是啊 我有时候也是看着自己讲话讲话讲话 就没有发现还在往下 但是你注意 一看 它真的就 自己 我也 在做一些小心思的 小心思的事情 小心思的事情 哼 以前它挺好用的 嗯 但是久了吧 久了的东西都不太好 不太好用 嗯 就没那么结实了 左手 怎么都用左手拿着 左手会累 他累了 他累了 我也累了 他怎么 他一天也就工作那么一会儿 就累了 不允许他累 我都还没退休呢 你就允许退休了 对 我时常觉得就是他扣成这样就 是 让大家毫无发推扣 我都还没 提前 进入维修状态 嗯 我这段时间还要再去找找 就是正骨的 和医师 嗯 再去 咔嚓咔嚓一下 嗯 要 就是 好好就是 安排上 不能只 只弄一次 嗯 晚上好 那个医师 就是上次 给我正骨那医师说了 就是 如果你去那些正骨医院 然后那些医生 他们挂牌子了 就真的什么 正 就是 就是 就专门把他们的牌子给放在店里了 就说明 他们有点东西 就是 他们一般的医师 就是 心里靠谱 就是心里自己靠谱有 有数了才会把这东西 你看是不是 这东西越越小了 你看本来是这么大的 你看本来是这么大的 就是 心里 就自己 真的是有那么点手艺的才敢 去挂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证书在那 嗯 所以 他就找我怎么去判别 是不是正规的 嗯 对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那小心思 看得清清楚楚 还有你们也 别以为我不知道 他还给我介绍 到时候如果什么 我需要还要去帮 去什么婚庆公司跳舞呢 对吗 运气 他是个好人 嗯 对 毕竟我觉得像 做这么一个 算是服务行业吧 我们算服务行业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们的行业算什么性质 但也算吧 我觉得像 我们这种服务行业 他们这种服务行业 专业这种服务行业 这种服务行业的 就人们还会比较广 嗯 嗯 干嘛 元气 傻我也觉得傻 因为我们 要去对应 呃我们要去握手绘 我们有握手绘 对吧 啊 你用脚踹我 呃 推手套 呃 我们 我也有时候就分不清 但我怎么算 你伸指甲了 你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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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犯规 他没伸指甲了 我都要提醒他一下 不能伸指甲 咱们可以好好玩 但不要 不要动手 不要动那个 他欺负我了 我不欺负他 他欺负我了 你们看 你们看不到 他这里刮了一个 一个 一个印在这儿 看不到 不行 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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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酸 就是 算你 走运 他欺负我先的 对吧 我是那种 名的欺负不还手的人了 不选 好吧 不要再往下了 不选 懂不懂 不要再往下 我也被欺负了呢 你们怎么就问 问他为什么 为什么他欺负我 为什么 为什么要欺负我这个小朋友 为什么 你们不心疼自嫁的孩子 你们心疼其他家的孩子 你们这样 你们这样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我不是亲生的 对吧 就是别人家孩子才是最好的 对不对 对啊 你们就应该鼓励我 谁欺负我就把他欺负回去 不然你们就把我欺负回去 嗯 生气就生气 我都看不到 关我什么事 反正我也不生气 我很随和的 不要动不动就生气嘛 对吧 为什么要生气呢 为什么要生气呢 对啊 人家元气都不起 你气啥气 自己生自己的气 就是跟自己归不去 就是把自己气到 就没必要 好不好 嗯 是可以有这个力 可以有这个力 没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台大问题 嗯 哎呀我觉得 为什么又在流鼻涕 我今天舞台在面 今天在公演一边 一边跳一边吸鼻涕 也就是 一就是一首歌一玩 我觉得那吸鼻涕 一边吸鼻涕 今天怎么鼻涕那么 奇怪 你也不感冒要吧 也没感冒吧 今天又不冷 对不对 可能说没休息好 可能是 可能就是我最近身体不是很好 然后倒是寒气入侵 嗯 然后 对 所以要多吃点维生素C 然后多喝点鸽子汤 多补一下 嗯 我没有把蓝肯这种东西 我连999那些都找不厌药的 我都没有这个 嗯 我没有这些东西 我没有这些感冒药 我之前还把公司的999 喝完了 就是 以前 我自己没有999 就自己喝完的时候嘛 然后我就去找 找那个 就是 就找那个我们的生活姐姐要 然后呢 最后 我去进去发现 然后有姐姐在 我说姐姐拿感冒药 那给我了 然后过几趟又去拿 又给我了 然后最后呢 姐姐全给我玩了 因为前段时间 不是因为疫情 所以不能买感冒 就不能在网上买感冒药嘛 所以呢我就只能去 去找公司 背着的手 那些 还有的去拿 对吧 然后就被我喝完了 嗯 再说吧 我觉得我还是不希望我自己能够喝到这种东西 就是 我还希望自己少喝一点 我不买 相当于我就是没有机会喝 没有机会喝相当于我就没有机会感冒 是不是有这个脸 就是你不去 你不去在意他 他可能就没有 对啊 是不是 我觉得很有道理 就算你有件事情 你不去想他 他就不会发生 对吧 他发生的时候再说 就不会那种 担心太多 就是 还要就是那种 别人都觉得 太多 嗯 是吗 我从来没有买药放过过气 都吃完了 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 2020 2022 不能这么说 嗯 就是希望这种药我不喝 别人也不要喝到 对 就是 还是身体健康第一位 我真的是那种 鬼逻辑的事 我发现 就是 有个道理 我可以贯穿很多事情 好好笑 我这个脑 脑瓜子 怎么 怪怪怪怪鬼的 对啊 是 不是我跟你们讲吗 我之前不是上 因为上就是前段时间 不是那个结束课吗 然后那个思维发 思维有一门课是主持人 主持人 主持人的 话术那种类型 然后呢 主要讲的是 呃 开赛前的一些铺垫和 比赛结束后的一些 总结 升华啊 就是一些内容上的 呃 只干什么去说嘛 然后呢 那那那那那一堂课就是 他给到我们做的是那种思维 发散的训练 就给到我们很多图形 我们自己选择一个图形 选择一个图形 然后呢 比如说就什么圆形啊 正方形啊 什么 倒三角形啊 那种 就让我们自己随便选一个 去讲 然后大家就会 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长方形去说 因为 这我也不是因为思维发散吧 是因为我之前 我给就是我之前有段时间 有个感触 我这个 因为我看到那个长方 我就想到了那幅画 对吧 就这幅画 就我就可能是因为说的多 你知道吧 跟你们说过 然后我就看我就想到了这幅画 因为 这幅画为什么 就都完全塞满屏呢 就这幅画 然后我就说了 人要有 善于开窗的勇气 要善于发现世界的美好 就跟他讲了一大堆 然后还被调养 因为当时他问我 有没有做过主持人的经验 我当时有时候想了想 我大学弄主持人 应该不算什么主持人吧 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的主持人 就真的就是念稿子 就那种比赛的那种主持人 就是今天我们就是什么辩论课 什么的 什么答题课案的那种主持人 就站在那穿的一个西装 也是那种白色的外面那个 谢谢气球小熊 然后然后呢 就穿那个包臀裙 但是我人生第一次穿那种正式装 你知道吧 真的是我人生中穿包臀裙 然后呢 后面我觉得不行 我就就换了一条长裤 不行 真的不行 然后最后我就自己换了一条长裤 因为我们那时候要做 就要做主持人 有时候要做那种礼仪小姐 就在那颁奖 刚开始的时候 就都有做嘛 因为我们部门到时候 就人缘会不断变动调整嘛 然后我就都做了 然后我装主持人的时候 我当时还有 我那时候还有个大后刘海呢 我当时还有照片 我回忆其当照片在这儿 然后我把那个大马尾 还有这个刘海 穿的那个阵装 再拿给你傻笑 然后这样子傻笑 对 我不行 不能给你们看 太太丑了 我本来有刘海就够傻了 我的那刘海是平的 就从真的就从这边点到这边点 就全都是刘海 就真的很傻 不 不是 然后当时也不会化妆 就纯纯的一个素颜在那儿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那么大的勇气 素颜过去 对 以前 不会化妆 然后也没有 也没有 我人生中 人生中买化妆品 也是在我大学 买了 买了 买了啥来讲 BB霜 我记得 但我想起来 就是BB霜其实挺贵的嘛 当时我大学 生活非常的紧凑 就是也没有说 多到能让我去买化妆品的地步 但是呢 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学之后 我就看身边的小朋友 身边的小朋友 不是小朋友 身边的朋友开始化妆了 然后我就 女孩子嘛 就会觉得 那是不是我应该也要化一下 对 然后呢 我就去 用商场 也去逛了一下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啥 就看中了一款BB霜 当时流行就是BB霜 对不对 BB霜 然后我就随便试了一下 当时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但是 没买 没买 因为商场卖太贵了 没卖 然后我就 觉得自己贼美呢 我贼美 我就走到 走到 就走出去了嘛 因为我在现场试用了一下 我走出去了 我觉得自己 打了个BB 之后自己就已经完全自信起来了 我就看周围的一切都 都很普通 就第一次化妆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 已经 就是不知道 可能这女生化妆之后 就会有迷 迷姿自信 你知道吧 真的就走在路上 就 就觉得 天呐今天我格外美丽 不像我以前一样 我不是以前那个红天文了 然后呢 直到 我走进了一个超市 我觉得 我今天那么好看 我是不是应该拍个照 然后我提起相机的那个 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 女鬼吗 就 那个BB霜它特别白 就我这个脸是白的 然后这也是黑的 你知道吗 对 然后我就想 一定是光线的问题 但其实自己心里清楚 那BB霜真的太白了 那我当时也没有说 也没想过 BB霜还要分 色号这种东西 我当时真的什么都不懂 然后 我也就也没买过什么化妆品 没化过妆嘛 然后就去那儿 然后别人跟我画了一下 我当时觉得 就只涂了个BB霜 我就觉得自己 表不起 结果 走进超市 然后想说以超市为背景 拍个照 好家伙 吓死我自己 立马把手机关了 打扰了 去彩妆 我没有这个 我觉得 就是 我当时也觉得去彩妆 去彩妆柜 就是 就化妆能 会去化妆吗 觉得那个东西一定特别好用 那个那边的技术一定是一流的 对就是因为这样 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我就被化成了那个样子 我也不知道 然后那黑眼圈 你知道吧 因为它 它没给我遮瑕 然后它的鼻声又特别白 然后和眼圈特别明显 就黑了一块在这里 就杀死个人 你知道吧 就真的是个女鬼在那儿 我天哪 我觉得我最重要的 不是 要 要变白 我最重要的是把我黑眼圈遮了 对 当时不懂 什么都不懂 遮瑕什么不可能会 然后画眉毛 那时候美毛也生美 我跟你讲 我的眉毛真的是 一言难解 我以前是为什么闻眉来着 我闻眉是因为我 我不会画眉毛 所以我闻的眉 但是 我为什么闻眉来着 当时确实会有眉 我忘记了 有眉毛太久了 不是不是 其实这个 这个只是第二 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又不会画 所以我就是闻了眉 闻到现在还有 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 好像是因为我的眉毛 好像是因为我没眉毛 不是我没眉毛 是我的眉毛太浅 但是为什么 不好意思 美了好几年 忘记为什么我 我之前太太奇怪了 为什么我之前 为什么呢 有客户的方面是这个 嗯 我这才是卧彩 这就是眼带的 但我最近 我觉得我最近的化妆功力渐长 你看你自 至少你们看不出 对我现在有黑眼圈了吧 对吧 你给我忘记了 然后呢真正开始化妆 就真的是进团之后 我才开始买什么眼泥 眉笔啊 眉粉啊 当时我不知道自己 就是刚开始化妆的时候 你不知道自己该用什么 就感觉好像什么好用 你都会买 什么你 就是有些人可能 比较喜欢用眉粉化妆 有些人喜欢眉笔化嘛 然后什么 什么遮瑕疙呀 当时我还分不清 隔离和粉 隔离和妆前乳 当时买化妆品的时候 我就搜隔离和妆前乳 有啥区别 虽然我到现在也没有什么 也不知道有啥区别 你知道吧 当然就真的一窍不通 就各种就找 然后别人说什么好用 我就会去买 但就不知道完全适不适合自己 对我现在还没分出来 但是我知道隔离和妆前 反正就是这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的存在 完全完全作用是在于 能把你的底 就在粉底液之前 把你的瑕疵给遮住 也就是比如说你是有红血刺 你就绿色 然后你是黄 由这边比较黄一点 你就用紫色 就是先把你的整个肤色弄均匀了 然后再上粉底液 就整个人整个妆就看起来会比较干净 就不会说 就如果你只单单单的只不用 不用什么东西去修饰一下 什么颜色修饰一下的话 就是你一个一摆上去就 还是可能看出色块的 对 先用防晒 但是防晒很讲究 就是有些防晒很搓泥 就是你一搓就是你涂完之后 你再用隔离就发现 哎怎么把防晒给搓掉了 对 但是有些隔离也是有防晒作用的 对 先先防晒 然后再隔离 然后再粉底液 然后适当的遮瑕 然后再粉底液 然后再 对啊 哎我觉得和你们说也没什么大用 现在感觉 嗯 嗯 我不要学我的化妆技术 除非你觉得我现在画的很好 哈哈哈哈 放在以前绝对没人想听我张口说化妆品 呃化妆 你知道吧 放在以前你知道 你知道我当时化妆 不会化的原因是 因为我看那些美妆博主说 画眼线一定要一笔 你知道一笔画过去 如果你不是一笔画过去的话 你就是一个 就你就画的不好 你就是画错了什么的 好家伙就开始一笔画眼线 然后我跟我的表妹也是这么说 我说 人家都说 人家美妆博主说 眼线一定要一笔画过去 哈哈 哈哈 就别人说啥就是啥 感觉了 我就但是我觉得我又一笔画不了了 我就一点一点画 我觉得自己太猜了 就是化妆猜脑 一点一点画 不像那些高手一样 秀过去 嗯 啊为什么要闻眼下 好奇怪 为什么要闻眼下 画眼线会流眼泪很正常 就是就是你画久了就不会 就比如说我一开始 就别人去外面化妆 别人帮我画 就是画眼线的时候 我都会疯狂眨眼睛 对 就很正常习惯就好了 我一开始也是现在就能 这样死尽画 就画多了就好了 对 然后也其实也和那个眼线比的那个 才具有关系 如果它不够软 我就说 它硬了不舒服的话也会很难受 这么熟的吗 因为我知道该怎么画 然后 该怎么去用 懂吧 就画久了是自己会清楚的 对反正就是 哎 当时真的 从小都不知道 但现在小孩子好化妆 就好早就化了 太早了 连我妹妹都 我说 就是他们学校不是有中年会演吗 然后他都问我该怎么化妆 让我买粉底液 那就是买那个卸妆的给他们 学校可能有人帮他画吧 然后就买卸妆的给他 然后我就给他买了 那以前我们这种 这种什么 周年庆什么年 那些东西 完全都不化妆的 我们学校小 就是已经 我不是想到我小时候 我们学校就 就 就真的 就真的没有女生化妆 就洗个脸就出去了 还什么修眉 那些一点都不可能 但是我发现现在的 好像都需要 到大学好像 就慢慢的就 发现周围的人 怎么开始化妆 然后在他们开来化妆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好像 从乡 就是从村里 对 从村里进到的城市 就好像大家都变得越来越精致了 对 对自己的很多 很多 生活上的一些要求越来越高了 我还没开始认真了 以前谁管啊 以前就是那么大素颜 直接就脸一露 脸一洗 穿个衣服就出门了 哪下现在 哎呦 打个地才能出门 那还好 我或者是戴了口罩什么的 真的 哪有 我18岁 会干嘛呢 我高 我高中的时候才开始护肤的好像 但是我用的是去城市买的 就随便去去城市买的水乳 我 就 哎 但是就 哎 怎么说 就 就 就觉得自己 像是个 野 野孩子 就慢慢的变精致 对 是的 对啊 以前 但是大学的时候 的确有时候 特别是 特别是我这种 我这种 就是 就是休学回去上学的时候嘛 真的是 真的是一定要早起来化个妆才敢出门 哈哈 因为当时 新的班级 有同学知道我是 是有 同学知道我是48的 之前跟你们说了 嗯 就是 之前有同学来串门嘛 然后说啊 我知道我是48的 我当时就惊讶了 为什么大家 为什么知道我是48的 原来 我原来 肯定会有啊 其实是在做梦 对 而且你知道我刚当偶像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 就感觉自己就不是普通人了 你知道我出门就觉得 我一定要保持一个 保持一个很 很不一样的感觉在外边 然后当时 staff也说 不能坐摩托车 这不太符合你们偶像的身份 好的 不坐摩托车 刚当我讲的时候 然后 觉得自己好不一样 在外边 然后走到哪对我气场在外边 当当偶像的时候 就是 这没关系 不是没关系 这没办法 就是因为 因为我当想到偶像这件事情 当了想 想了好久嘛 所以当 当我的愿望实现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浑顺都不一样 对 对就会有种 梦想成真 然后感觉自己在发光的感觉 其实都是自己的幻想 我现在就已经从 已经变得很现实的一个人 对 但是我现在还觉得不一样 我觉得我现在 只要化个妆 或者说其实我不化妆 我戴着个帽子出门 我觉得自己很不一样 要是 哈哈哈 就和以前的感觉不一样 以前是那种很幼稚的 放光芒 放 放光芒 对 现在就是那种 很沉稳 我就是个普通 哎 朴信语这个很奇怪 朴信语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为什么他们昨天 昨天在 在 NPC他们说什么 不要当朴信语 假如说一直循环 啊 不能变普通 为什么不能当朴信语啊 朴信语不是 很正常吗 谢谢奶茶 朴信语怎么了 普通且自信啊 怎么了吗 为什么普通且自信是盲目自信的意思啊 普通人也 可以有自信吗 谢谢 谢谢银光棒 略带贬义 孤独自信 哦原来 哦原来这个词是贬义词啊 我以为这个词是 就是普通且自信不是挺好的事情吗 那如果 那如果 如果不是说盲目自信呢 那怎么说 那怎么夸呀 嗯 干嘛 就直接自信是吗 有了吗 有了吗 啊 所以就不能说普通且自信是吗 是不是这两个词不能放在一块哟 可是为什么呢 嗯 现在 哦 现在 那普通也普通也不是贬义词啊 普通怎么了 大多普通人 不太多 嗯 不太多 普通人又是什么 也是 也是自大的男孩子的意思吗 哦 两个个大大黑眼前的 我去个梗 嗯 对对对 以前那你见过 现在 哦 好吧 是啊,原來如此 好像沒有,可能現在是320多 不太多 好複雜 感覺好多詞都變得 很不像 他原本 本身這個詞的意思 是啊 沒事,我們不變就好了 我們不變就好了 謝謝點亮夜空 是你的微笑 是我的微笑嗎? 不是我覺得這個 時代發展的時代是太快了 就很多網絡詞彙 它就蜂拥而至,我就 不可能全部都知道嘛,對吧 對我來講這些東西都不像 就是跟我生活好像沒什麼 太多關係,所以我就 不太清楚,就是我可能平時生活 終於我用到的話,可能 就會比較清楚一些 謝謝Nature 2022的夜店 謝謝 對你們可以跟我分享 你們可以 跟我說 你不要當個普星女 然後就 就問你們 普星女是什麼意思 當時我當時 就是你們說多了 我就會問 為什麼大家都 都讓我不要當普星女 我就會這麼去說 懂 懂 然後你就開始跟我解釋 原來是個意思 哦,懂了 等吧 我覺得現在有些東西 我現在已經不想說 因為我之前也是跟你們有 有過一些些許的 邏輯上的思維碰撞 但我發現這種思維碰撞 沒什麼大用 因為這些東西被定義了之後 就是 我覺得沒什麼就是 可能我自己不這麼認為 但是這些東西被定義之後 大家被普遍傳播之後 我就覺得沒有什麼 太糾結的必要 對我 但是我自己又不用 說不說就另外一回事 嗯 然後呢 對 但我覺得 嗯 只能說這個時代發展的太快 我沒有跟上 我發現 好像這個 這個時代發展的這麼快 好像 就只有我的年齡跟上 哈哈 不對 不是 因為我當時 好像 符合我這個年齡嗎 不符合 不符合吧 不符合的前幾個 對 那就是 那就是 這個時代變化的太快了 和我的年齡完全不符合 不對 好像 嗯 嗯 啊那就是跟我 嗯 到我的 我已經現在昏了 我就不知道自己在 在 在說自己還是 對 就是 在罵自己 還是在 夸自己 不是在罵 就是 嗯 我對 我主要是 我主要是太困了 我現在繞不過去 嗯 最近還有什麼流行的東西 你們跟我分享一下唄 讓 對對對跟我分享一下 有趣的沒趣的都可以 教教我 有用的沒用的都可以教我 那是後一批 你們就是我的激戰 激 激戰 哈哈 這是什麼 你們是我的電線塔 好不好 你們是我的WIFI電線塔 所以就是說 當時戴一批 都可以 叮叮叮叮 好吧 你們跟我分享一下吧 不然我每次 就真的有時候會發現 跟你沒有戴勾 不知道該怎麼 就是不知道該怎麼 跟你們接上 嗯 反正我記得是戴一批 是戴一批的時候 是黃金 你們有開端 我有看 我看了 我看了一下那個抖音上 我在抖音上看的 我現在 我們這個年紀看劇 就都都都都在抖音上看 對吧 是吧 對不對 反正我就記得那個時候 公布第一批戴一批 什麼東西 不會說只有我媽媽那個年紀 才會在抖音上面看劇吧 還有他發了一個那個 這個劇值得看嗎 這個劇值得看嗎 ok 好 那我 吃飯的時候 有東西可以看 嗯 我覺得我這個年 嗯 我又怕把自己 說老了 我們這個年紀 是不是就應該 我開著電視劇 然後放個兩倍速去看 而不是泡在抖音裡刷去 這個不用兩倍刷 為啥 他是不是節奏很快 然後呢 因為有些劇他節奏很慢 你就會喜歡 開兩倍速去看 我就有去帶你 啊 好 知道了 我會去看的 吃飯的時候看 或者說 他在哪個哪個那個 他是在 騰訊呢 還是芒果呢 還是優酷呢 還是愛奇藝呢 我 騰訊 有會員過期了沒有 這股想法 哈哈哈哈 不知道過期沒有 過期了 我可能 會再考慮一下 因為我每次看 想看的劇我都會 看他就是搜一搜 他先搜 我有會員的那個APP 如果沒有的話 我一幹就 我就會棄劇 所以我就 會 先問這個劇道 是哪個APP的 如果是我 沒開會員的那個劇 沒開我 沒開會員的那個APP 我就不會看 看小說 小說好看 而且電視劇好看 對我沒有去不看 算是一種另 另外的方法去借劇 因為我現在現在就是 因為我前段時間 看劇的時候 就有開會員 但是我發現 我好久不看了 我就覺得沒用 我就過關了 所以我好像我是 這段時間 才把所有的 除了B站的會員全關了 所以我就不知道 他是不是在我 他續了之後我關的 還是續了之前我關的 如果他在續了之前 關了的話 那可能就過期了 是不是之後我關 可他還可以再看一個 嗯 守護解放西是什麼 解放西是什麼 解放西在海口 也有一個解放西 他們那邊賣的東西還挺多 哦 哦哦 有些哦 哦 那很正常 謝謝 謝謝 嗯 B站看動漫吧 B站有動漫可以看 是啊是啊 啊不是 不是 B 是啊是啊 B站上有動 B站上有動 就是動 哦不是 我 我的意思 我以為說 B站有那個 這個動 漫畫 對就是漫畫 我說B站怎麼有漫畫可以看 不知道 有有動漫看 動漫看 啊 有啊 有啊 哦原來有 我不是B站住 我是 啊 我以為B站上上前日視頻 怎麼就有漫畫了呢 為什麼B站上還有漫畫 啥都有 沒看就很認 啥 有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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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漫畫 就他自己翻譯的那種叫動漫畫 是吧 就是那種 點點起來就是 就像是那種 小說 小說也有 為什麼我都沒見過呢 為什麼 他又從來沒出現在我的 手頁啊 漫畫和動漫不是同一回事啊 對啊 對啊 不是嗎 肯定不是同一回事啊 然後呢我23號 對23號我這舞的 哦不是 23號我這舞的 23號我這舞的 哦對我 我大學之後 我就沒看過小說了 這個不是什麼 這我在這裡 給大家 哦因為我分類上有沒有看到 看到過我這個東西 我就以為沒有 動漫 動漫和漫畫 哦動畫和漫畫 哦 動畫 哦 原來是這個意思 全場的三號我還是補不了 啊 啊 啊 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在B站說 什麼洪慶文 怎麼同時那種東西吧 這個這個這個想的太廣闊了 我最多 就說洪慶文 看自己的視頻 全場的這樣的話 控制他其實不用 他就扣在那邊 還真有 但是我們的隊伍的話 好 這話可不能亂說 嗯 原來有這種東西啊 我 我 我應該說過 我之前看的第一篇 我的同人文是我和倩倩的 我講過了 別看我不看 我看了之後 我看了幾 看了 看了 就看了前面幾張 我覺得不行 絕對不能看下去 很奇怪 就是你的腦海 腦海裡會浮現真的和他的畫面 就是他什麼在 我記得當時他說的是 我 我開了一家什麼館 然後 聽聽看一家傻館 然後呢 我們倆就相遇了 哦 我好像 不早相遇 不是 我忘記了 然後什麼他的什麼眼光目 什麼注視著我什麼 那種感覺 我覺得我的腦海也就會 就會 就會 也就浮現那個倩倩就在我面前 注視著我 然後呢 什麼嘴角一鳴什麼 你知道吧 我後就 真的就帶入了 我說不行不行 然後我看到這我就覺得 決定 決定 我這輩子絕對不能看同人文 絕對不能看同人文 絕對不能看 然後 但是其實我也看了第二片 絕對不能跟你們說 不心肝不能說 不心肝不能說 我覺得真的不能說 說了會很奇怪 就你真的老孩子會 感覺就真的經歷過一樣 你知道嗎 就好像真的就 有過這種畫面 有過這種事情 所以絕對 你們可以看 我以為你們看了 你不能問 這不是被允許的 我自己看了都 那個 對吧 肯定啊 不是 不是肯定 不是肯定 就 對 就是本來沒有發生事情 然後 然後內心就會產生一件很奇怪的感覺 就 就 就 不太好 就不能 就 就 就還是要現實一點 對 那又是我的辦法 就是這麼說 你們會誤會 就是不能 嗯 就是 咱們還是 就是 啊 呃 啊 主要是 我記得欠欠說她也看過 哎我這一個 哈哈 然後 然後我覺得就 這又又 很 又更那個了你知道吧 我就 就 又會 很奇怪 就是感覺我們兩個想 就 就 啊 就 就好像真的有過些 那 那種比較 就是真的好像是 你開一家店我開一家店的感覺 對 但是 哎呀 但是我沒有看的很奇怪的 就是 我不知道她怎麼想的 但是我 但是我覺得 就是 很不好 嗯 真的 千千說莫嗎 太清淡了 那就是我看的還太少了 可能我還不到那個年紀 因為我們到時候 你以後要重排單位 他大了 啊 啊 就是 就是 淡了 嗯 嗯 那就怪這個粉絲鞋的不太好吧 對 老優特也是醜 哈哈 就 就只能說粉絲 這個鞋子粉絲不太好 讓千千覺得太淡了 是的 那關我們什麼事 對吧 我們 我們就 也就那個名字出現在那 就是我跟張倫之間的互相 辣的 我們就只是 有情提供了一下名字 哈哈 哈哈 不是嗎 夏日葵是啥呀 夏日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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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日葵有什麼關係啊 我 我覺得那個已經夠 夠那個了 我覺得就那個已經夠那個了 小兒葵 夏日葵 夏日葵不是丹尼嗎 你連結了什麼 嗯 你問上一下 嗯 筆字啊 因為 就說 那個 那個懂了 那個不夠淡 哈哈哈哈 哦 不會看的 誰會誰的 我和丹妮嗎 不對 好 好 難道 不止 嗯 你們搞得我好好奇呀 哎呀 快失憶 你們得讓我想辦法讓我失憶才行 不然我現在腦子都是妖艷的中間 拉娘視頻是啥呀 但是呢我跳花計畫也是 謝謝佑的夜點 拉娘視頻是什麼 就是隨便湊是嗎 就是把我隨便跟別人湊來湊去是嗎 嗯沒有 對沒有 有機會能看到我們在身上嗎 嗯 對啊我我拉誰了 你們跟我拉誰了 蛤 拉娘和水星有啥關係 謝謝七七的成長 謝謝 我很少看這些東西的 我不知道你們 我就跟你們說我就看到那個 哎我看 其實我真的 我就看我自己直播比較多 哈哈哈哈 你說拉娘 不是 嗯這個詞 這個詞是可以說的嗎 水星和拉娘有啥區別 有些有有關係嗎 可以的 啊水星是我和我 我 為什麼呀 水星是我自己和我自己 我自己和我自己有啥好簡的 然後拉娘是我和別人是吧 對 你們好 口味好重 我覺得 很奇怪 我想到我和我自己就想到我 我像變態一樣 啊 為什麼自己跟自己最配啊 我跟你講我要是有機會 如果我真的是 如果我還有第二個 就比如說 我是另外一個人的話 我絕對不喜歡我自己 我絕對不會喜歡我自己的 我絕對不會喜歡我自己的 因為感覺上台 但是我只能選擇喜歡自己 現在 你知道吧 我知道不會想太多的 我當然我知道我自己有多好 但是我也知道我自己 我也知道自己的缺點在哪 對 我不會打架 我這個人不會打架的 我不會打架的 我這個人不會打架的 我這個人就都跟你說了 我就會冷暴力 我就 但是這個不可取的 完全不可取 我一但 因為我一上我情緒一上頭的 我就想是冷靜一下 我就會轉頭走掉 你懂嗎 然後 我也是覺得如果大家就是有 有時候 就是如果有人就是 如果也是情緒上頭的話 我也希望他冷靜一下的跟我講話 所以 就這樣 我覺得我長得這麼好看 我覺得 長這麼好看的人那麼多 對不對 我覺得你真的 這世界上長得好看的人這麼多 多啊 我身邊的人不都長得挺好看的嘛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喜歡的人就是 看 就除了他 除了他長在你的點上 就是研究可能長在你的點上之外 的其他點 你能不能 去接受 特別是缺點 你能不能去接受 我完全決定 我完全接受不了我自己的確定 我本來想揍我自己 紅軍人生氣的時候 不准自閉 紅軍人生氣的時候 好好跟我講話 不准跟我小脾氣 我每次都想揍自己 真的 然後有時候真的有時候我的情緒一上來 有人覺得 紅軍人是不是 腦子有問題 我說 就有時候我就是情緒一上來了 我就很 就不想理 我就講到一些狠狠的話 然後呢轉頭 對不起 我知道我不能說這些話 但是我控制不了自己 就是我就說了之後 我就知道自己錯了 你知道 但是我 就是我的就是那個倦 你知道我就倦 我就一定要說 但是可能在大家的眼裡就是 對 然後就是前後反差 你知道吧 前後反差我覺得我 就漸漸我覺得這要慢慢去調節 對 但是有開始有些人會覺得 紅軍人是不是腦子有問題 我可能就是覺得 就是你情緒化的時候 就知道不能說那種東西 不能說些話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不能說那些話 但是有就是我這個人 就不會 一開始就不會調整 調整這些東西 對我後面就慢慢慢慢慢慢 我就學會怎麼去調 調節自己 自己的這種 這樣子的情緒 對 我知道會變人誤會的 但是 有辦法嗎 我就是有時候 唉 而且你知道吧 我也很 我覺得你們也很生氣的一點 就是在於 我每次講話其實 不是那個意思 但是你們聽是那個意思 但是其實我不是那個意思 然後一會兒更讓人就誤會 嗯 就會更讓別人覺得 紅軍人你真的是 是但是 但是如果在兩個人 在解釋 或者說在把這個矛盾給解開的時候 有時候我真的不是那個意思 但是我長的那個意思 就會讓人家誤會 唉 唉 就是很難 嗯 然後後面的話 我會 後面我就慢慢的學會 怎樣去控制好這個 自己這樣的一個情緒 然後 想 在沒有把自己想說的話 完全理清之前 完全不去說這句 這麼一句話 這樣子的話 可能就不會造成這樣的誤會 我現在就是 有慢慢在那種 嗯 就是這 就是這段時間 不斷的 真的有那個 唉 對 但是有時候 有時候我就 不是過不過 我知道不好 但是有時候情緒上來了 我就會去說 你知道吧 然後我就慢慢慢慢的 就知道這樣是不好的 已經能慢慢的控制了自己了 嗯 就是 就感覺 因為他之前也是 對 是的 就是 我除非真的能把自己想說的話 能說出來 我才會說這句話 不然我絕對不開口 嗯 好像是跟黃水魚 然後就跳過 不能 我不能 不能打了別人一巴掌 然後跟人說對不起吧 我才不做這樣的人了 嗯 我覺得在情緒上的控制是一門學問 是 是 真的需要時間去那空 就學 就慢慢去 控制和 調整 就是那種辦法的 嗯 但是我現在能控制 控制得住 就是慢慢的能控制得住的 嗯 因為我 我就是一個 我知道自己問題在哪 我就能慢慢去解決的人 除非我 意識不到我這個問題在哪 我不然 就很難去解決 就我覺得這是我很好的 開始表揚自己了 這很好的一點 真的 就可能這個時間也要慢慢來吧 就是我也會給自己一點時間去過 度過這個很艱難的這個 調節的過程 的這段時間 但是主要是我很擔心我身邊的人 會不會給我這個時間去調整 因為就是吧 比如說每次吵架其實都會上 上感情 就是每一次 有誠實誤會的會 就是 就會 再怎麼算調解了 解釋了 但還是會 有隔閡在的嗎 對不對 就是也要看身邊的人給不給你這個機會 嗯 嗯 我就是覺得進了團之後 學到的東西還蠻多的 就與身邊人的處事和一些在 或者是在工作上生活上很多東西 所以我就覺得如果有人能夠給到我這個時間去 成就是去 去做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人 我就覺得真的大家真的就很開很開心 謝謝 謝謝豬流蛋的夜點 對 就是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沒必要去為了誰去花費一些時間 給到誰機會嗎 對不對 對 就是有時候可能 因為我覺得這個 這個 我覺得這個 現在的社會的 進度真的太快了 就是這個快銷的世界 大家可能看到這個人不喜歡了 不喜歡 就一眼覺得這個人不喜歡了 就再也不去看他 或者說 你看喜歡這個人 然後突然一點 他不滿意 就是不合你心 或者是你覺得這個東西不太好 你就會不太 就永遠不會去喜歡 就是一個 很快速 就是能夠決定一件事情的一個時代 嗯 所以 如果有人能給到你機會 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難得很可貴 對 這也是我想想對你們說的 對 我知道這幾年氣你們不親了 到了 到了 就知道你知道吧 就就就真的很感謝你們 就 一邊說真氣了 一邊還是跟我講話的 一邊 一邊 被一黑一白一酸 親妳的紅酒 氣死我了 然後下一秒 哎寶貝吃飯了沒有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就 就真的很感激大家 給我 無論是在舞臺上成長 我还是在我生活上的成长都给了我很多时间和机会 但是我还是那种还是那种 就还是看着很开的人 就是实在受不了这样的脾气 实在喜欢不来的就 我虽然也会难过 但是我也一直觉得犯我现在就是开心的事情对吧 难过肯定是难过 但是毕竟大家可以选择更多也会有其他想去喜欢的人吧 只要开心就好 开心还是很重要的 没关系悲伤就一阵子的事情很快解决了 我说下一秒就不记得 对不要不喜欢也不要去伤害 也不要 除非他真的做了什么大捏不到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你们在我就完全不可能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就不说了 想让我粉丝破坊 想找机会踩我 绝对没有这个可能 滚吧 滚 你们不会有这个机会的 你们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的 真的 你们也别 不过咱们大齐对吧 大齐 很面就是啊 不完全就不怕我觉得 我觉得粉丝完全不用怕 真的完全 干嘛 又 不是不是给你吃的吧 就我完全 我觉得粉丝完全不用担心这种事情 你们顺着可以理直气壮的 对回去 大家讲文明讲礼貌来 真的不要 对吧 这是我给你们的底气 你知道吧 你们给我的底气 这是有机会去 追很多 追求很多东西 这是我给你们的底气 嗯 是啊 我们都已经那么有诚意了 是吧 他是不是有点诚意一点 真的是 讲个话 的确不费什么 不费什么时间呢 那能不能有点诚意一点 我粉丝都那么有诚意了 至少他也诚意一半吧 不需要道歉 只要我粉丝一半就好了 哼 对吧 他要不起你知道吧 表示要不起 他凭什么要啊 我不需要下跪 下跪没什么用 我不需要下下跪 我就需要他拿出粉丝一半的诚意就好了 是然后可笑 机器 哈哈哈 有啥呀 他们就有本事去说还破 破啥 他们应该想办法去拿出证据出来 还是那句 不说了 不说了 都12点了 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我的汤应该都凉了 你们早点休息吧 明天 还有工作 还有应该都放假的吧 对 你们等一下等我吃完了 你们再跟我说 我现在不记得的 对 你们在我吃完之后 差不多我给你们说晚安的时候 简直跟我说 我每次都是刷牙之前 快刷牙的时候 我想说刷牙之前一定要吃 好家伙的 我已经刷牙在床躺着了 才想到 好想没吃 拜拜 晚安